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夕 接下来我们要来彩绘这个盘子 使用的是高温色料 再选取一支小号的毛笔 在绘画之前要均匀搅拌油料 让它充分溶解 好了 这样一个花盘子的手绘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的环节呢 就是要给这个盘子上一层透明的柚 透明的柚是为了让盘子表面更加光滑 首先这个是透明的柚 均匀摇晃之后 把它倒在里面 用手 一只手托起盘子 然后用水瓢把柚浸注在盘子里 留一些空隙 用手均匀地晃动这个盘子 让柚充分沾入表面 接着把柚倒出 等它稍微干一些的时候 用海绵待会儿擦拭周围的多余的柚 现在我们要蘸取一点水 把盘子表面的多余的柚擦去 上完柚之后呢 表面的图案是被覆盖掉的 但是在烧制之后呢 图案就会显现出来 就像这样的盘子 谢谢大家 我是小夕 我在手一网 差不多了 不许多余的人 也不会给你 我有点解采 我来卡通了 我们是个厉害的 这个实际宁 今天还是一个 我来卡通了 就是